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据足球报报道 在对阵成都荣城时受伤的吴磊能赶上足鞋杯 在对荣城受伤之后 吴磊10月7日返回上海 他被确诊为肋骨损伤 恢复期至少一个月 根据赛程 吴磊将缺席三四场中超 更重要的是足鞋杯淘汰赛11月下旬开打 而足鞋杯冠军是上海海港本赛季最大的目标 足球报表示 据上海海港队内消息 吴磊恢复较为顺利 应该能赶上足鞋杯 而足鞋杯冠军也是吴磊未完成的梦想 他表示 这次回来 我就是想要和兄弟们一起再去找回原先追求梦想的感觉 大家一起拼搏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我希望大家一起在加把劲 把足鞋杯冠军也拿了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